中山科学研究院承担起新一代战机及其发动机的研发设计重任 目标是在2024年完成 据悉 该计划将采用内置弹舱设计 旨在提升战机的隐蔽性和作战效能 同时增加弹药装载量 并配备新型主动式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系统 金国号战斗机标志着台湾在自主研发喷射战斗机领域的重大飞跃 成为1980年代台湾军事工业发展的标志性成就之一 这一成就的背景是美国与台湾军事交流受限 以及台湾在采购美国军工产品时遭遇的数量与质量双重限制 鉴于当时台湾空军主力F-104G战机已尽服役末期 军队高层进行了深入的可行性分析 最终决定由航空工业发展中心担当 启动新一代自主防御战机项目 该项目被命名为安详计划 并于1983年全面铺开 细化为阴阳计划 云翰计划 天雷计划 及天剑计划等多个此项目 1986年4月5日 经过部分设计调整的战机 以IDF为代号正式命名 并迈入全面研发阶段 1988年12月10日 首架IDF原型机下线 由李登辉命名为经国号 并于次年5月28日顺利完成首飞 试飞员为时任上校 现任汉翔航空工业公司 飞航事业处处长的吴康明先生 随后 1989年7月29日 第二架原型机完成试飞 1990年1月10日 第三架原型机亦成功试飞 至1990年5月12日 首架双座型原型机下线并首飞 此次试飞 由前参谋总长陈森林上将亲自主持 尽管该战机的正式名称为FCK-1 但公众与部分媒体仍习惯称其为IDF 此外 台湾在2012年 曾尝试向美国求购100架F35B隐形战斗机 却遭拒绝 这一挫折 非但未使台湾气馁 反而坚定了自主研发下一代 ADF轻型隐形战机的决心 并在隐形技术上取得了显著进展 中山科学研究院承担起新一代战机 及其发动机的研发设计重任 该计划将采用内置弹舱设计 旨在提升战机的隐蔽性和作战效能 同时增加弹药装载量 并配备新型主动式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系统 尽管发动机研发面临关键技术挑战 但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 台湾一直致力于寻找替代老旧F-104级F-16等战机的方案 美国虽装备了F-16AB等先进战机 却拒绝向台湾出手 包括低端的F-16CD及专位出口设计的F-20虎沙战机 均未纳入对台军售清单 在推进IDF战斗机发展的征途上 中山科学研究院携手汉翔航空工业发展中心 共同设计了一款融入隐身特性的机体外形 并同步启动了支女星计划 专注于发动机的研发 该计划旨在将原本装备于IDF轻型战斗机的 TFE-104270小推力涡扇发动机升级为F-125型号 目标直指单台发动机最大推力达到73千牛 继而实现总推力跃升至146千牛的壮举 然而受限于机体空间的紧凑性 设计团队面临一大挑战 可能仅能集成一个与苏75相仿大小的主弹舱 此设计侧重于携带三枚中距离弹药 而非追求全面的多任务能力 维促过往 IDF项目在隐身涂料研发领域 亦曾遭遇重重困难 中山科学研究院黑狼计划的负责人陈国良博士 因试图推销其科技公司研发的隐身涂料 而陷入风波 他被指控将涂料的敏感资料泄露给立法委员 以此作为推销产品的筹码 此事被察觉后 调查局随即介入调查 经审理 陈国良因涉嫌泄露机密文件 及存在创供嫌疑 被法院裁定羁押 值得一提的是 陈国良博士拥有化工系的学术背景 并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获得工程科学与力学博士学位 他在电子波吸收材料 及隐身技术领域造一颇深 曾在美国国家实验室 参与隐形战机涂料的研发工作 中山科学研究院早在1984年 便启动了庐山计划 旨在研制隐身战机涂料 但因技术瓶颈 导致机体增重 且涂料已脱落 该计划最终夭折 随后由黑狼计划解放 1992至1993年间 中山科学研究院 承邀陈国良博士加盟 他带回了一批先进的电子吸波 涂料样品及技术参数 为项目的突破性进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5年11月 屠付了新一代隐身涂料的 AT-3教练机 在清泉港基地经验量下 实际上 1989年5月28日 IDF原型机成功首飞 也是亚洲第一个交付的 第四代战斗机 这一壮举 不仅意味着 台湾拥有了自主生产的 第四种战斗机 更是台湾首次完全独立设计 并制造的战斗机 彻底摆脱了 依赖生产线转让的制 这款战斗机正式命名为 FCK-1经国号战斗机 设计层面 IDF采用了经典的全金属半硬桥结构 尽管复合材料应用有限 但机身与机翼的巧妙融合 显著提升了空气动力学性能和结构承载力 使其最大过载能力达到9G 外观上 IDF汲取了FA-18的设计精髓 采用前掠式边条翼延伸至座舱两侧 尾翼则选用小后掠角单翼设计 并配以带下反角的全动平尾 机舱采用气泡式设计 为飞行员提供了五与伦比的视野 飞行控制系统方面 装备了由美国利尔公司提供的 三余度数字式电船系统 该系统以其紧凑的体积和模块化设计著称 便于后续的升级与维护 自2001年起 中山科学研究院携手汉祥公司 启动了降生计划 旨在对IDF战机实施全面升级 该计划包括增设两个天界二挂架 集成万件防区外反跑道巡航导弹 和天界2A反辐射导弹 同时升级雷达 彩色数字化航电机统 电子战系统及飞控计算机 此外 前锋党还新增了形式刀片的 敌我识别天线 并预留了机载自卫系统安装接口 升级后的战机 被命名为雄鹰战机 预期将大幅增强台湾的防御实力 2004年10月及2007年3月 分别完成了单座C型 和双座D型战机的首飞 其中 1005号单座C型维持了原有机体结构 仅对航电进行了升级 而1006号双座C型则采用了全新的机体与航电配置 然而 由于发动机性能会获提升 且增加航程与隐身性能的要求未能满足 台湾空军对此次改进表达了不满 导致单座与双座C型均仅制造了一架原型机后 该升级计划便宣告终止 自2019年起 台湾启动了新建独立陆航设施的项目 预计于2023年竣工 该设施将参照新竹基地模式 作为陆航602旅的前进作战基地 标志着台湾在军事基础设施建设上的 右翼重要进展 目前 一搭半流型直升机 已部署于该基地 凸显了其战略地位 及在台湾防御体系中的关键作用 在提升新一代战机战斗效能的蓝图上 中山科学研究院 已确立清晰的目标 即采用内置武器舱设计 以增强隐身性能 武器配置上 将搭载增程型天舰二型导弹 与改良版天舰一型导弹 同时 根据任务需求 灵活装备空射型雄风二型反舰导弹 或增程万舰弹 此多元化 武器布局将极大增强战机的 作战效能与适应性 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忠诚 在达询时指出 新一代战机的研发分为两大阶段 射击案与发动机制造案 射击案涵盖24项关键技术攻关 而发动机制造案 则展现出更为领先的进展 前部长冯世宽 在荣民节庆典上透露 汉象公司正积极推进 十年军机整舰计划 该计划囊括了高级 初级教练机 及新一代战机的研发工作 新一代战机 已完成风动测试与外形设计 但尚需攻克发动机技术 与可变喷嘴等难题 以实现垂直短距起降能力 追溯IDF战机的发展历程 其研发历经三阶段蜕变 始于LCF低成本国际战斗机构下 中期更名为LWDF轻型防御战斗机 最终于1985年定名为IDF自主防御战斗机 实则本土防御战斗机支撑更为贴切 从型号开发图谱中 我们可以窥见IDF方案的灵感源头 台湾空军上一代主力机型F-104G 与F-5E的演变轨迹 设计团队历经多次迭代 最终选定双发构型的F-16 作为设计栏本 并在S-15方案中进行重大调整 由F-16的中等后掠角设计 转变为类似FA-18的小后掠角 与机翼后原前掠设计 这一转变虽出觉突兀 实则基于深思熟虑 FA-18的前身YF 时期汇聚了诺斯洛普公司 20年战斗机设计的精髓 其机头与机翼布局 与F-5E系列相仿 鉴于台湾空军庞大的F-5E机队基础 及对其结构与性能的深刻认知 设计团队决定采纳这一影响深远的 FA-18式设计调整 由此诞生的IDF 不仅承袭了第三代战斗机的鲜明特征 更巧妙融合了F-16与FA-18的设计精髓 展现出扁原机头 下垂大边条 独特机炮布局等融合美学 其全动水平尾翼与尾翼结构 E与F-16高度相似 进一步强化了设计的和谐统一 在欧洲的阵风和台风等三代半战斗机正式服役之前 台湾的IDF战斗机 在西方早期至中期的第三代战斗机中 无疑展现了一种极其复杂且领先的气动设计 其设计不仅超越了具有极小边条的F-15 甚至在设计融合度上 也超过了FA-18 展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先进程度 IDF的大边条设计 能够在飞机处于大仰角状态时产生强烈的涡流 这种设计显著增加了飞机的生力效果 通过整体设计的融合 IDF不仅弥补了机翼面积的不足 还显著提高了机体的抗载能力 使其能够承受最大9G的使用超载 在90年代初期IDF装备的航电系统 堪称豪华且采用的金龙53型 脉冲多普勒雷达以李登辉之父李金龙命名 性能介于F-20的APG-67雷达和F-16A的APG-66雷达之间 尽管原有的24种操作模式中有6种被美方删除 但该雷达仍具备18种操作模式 包括6种对地模式 对空搜索范围可达148公里 低空搜索距离为80公里 对地搜索距离则为67公里 此外 该雷达还具备超视距空战能力 能够同时锁定两个空中目标 IDF还采用了美国利尔公司研制的 模组化三余度数字式电船飞控系统 该系统采用1553B总线和首部离杆式侧杆操纵 其座舱布局甚至比F-16AB还要先进 H423型激光陀螺惯性导航系统 能够与飞控和火控系统交连 实现飞火一体化无忧飞行 然而 IDF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于其发动机的选择 最初计划采用F-18使用的F-404发动机 但由于美国拒绝提供 最终只能选择与盖瑞特公司合作 基于TFE-731发动机进行研发 希望能够获得更大推力的涡扇发动机 TFE-731发动机虽然在达 索列英利尔喷气等公务机上得到广泛应用 但其性能对于正规战斗机来说 显得不够强大 高压压器机甚至还是采用较为落后的离心式设计 且改进潜力有限 尽管面临种种限制 IDF的设计在综合考虑各种需求后 仍显示出相当的成功 基本达到了其作战要求 包括中低空空战 中距离截击以及对地对海攻击 得益于先进的飞控和航电系统 以及第三代战斗机的优秀启动布局 IDF在转弯半径 大阳角飞行能力 格斗性能和低速飞行能力方面表现出色 台湾的自主研发和自力更生的精神 已成为全世界学习的榜样 IDF战机一经推出 便成为世界上第一种轻型第五代战斗机 其隐身性能 灵敏性 精确度 和态势感知能力的结合 使其成为全东南亚地区 无与伦比的战斗机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 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怀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